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是在南投发生的死亡车祸 这发生在昨天清晨六点半 一名三十一岁的阳性妇女员 她骑着机车 要送三岁的女儿去幼幼班上课 但是在行经月潭 这环湖公路准备要左转 进入社区的入口 没想跟对象一辆 这物流货车发生了碰撞 事故的当下 这母女伤双倒地 由于伤势严重 送医之后依旧是宣告不治 只是没想这母亲的肚子中 其实还怀有身孕 一场车祸造成了两失三名 新车骑出弯道 却跟前方执行小货车 发生碰撞 新车厂母女俩当场喷飞 场面惊悚 救护车抵达现场 紧急进行CPR 是即将年仅三岁的女童 跟妈妈送医救治 但由于伤势严重 最后双双宣告不治 而母女党事故机车 车身扭曲变形 物流货车挡风玻璃也壮烈 合金重击力道相当大 死亡车祸发生在二十四号 清晨六点半 三十一岁妈妈骑机车 带救毒幼幼班的三岁大女儿 要去盛客 却在行经地位弹环湖公路 左转进依达哨社区入口时 跟对象物流火车对撞 来到女童就读的国小幼幼班 鞋柜空荡荡 小主人的鞋子 再也无法放上来了 而妈妈除了大女儿之位 家中还有一个六个月大女婴 甚至妈妈目前还怀有身孕 意外酿成三死悲剧 家属相当悲痛 先生待会中照顾他们家 还有一个太太刚生完 半年的小baby妹妹 婆婆身体就是欠安 才刚出院没多久 家里就只有妈妈一个人 就是独称经济重担 消防也盼危险路口 能尽速改善 避免再有意外发生 而警方表示双方驾驶走测值都为零 至于真正事故原因 人带进一步厘清 这一位授予南投报道